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 两市呢 上涨指数涨了0.53% 差一个点突破趋势对吧 3567就突破趋势今天收盘 3566 最后集合竞价期间没有突破趋势 好搞笑 很少见很巧合 但是没突破就是没突破对不对 那今天没突破最快是明天 明天真不一定啊因为这个各周期90分钟 有序列的高9 小盘古指数差不多是明天第一个周期啊 序列高9 大盘古指数呢 第二个周期 明天下午2点和上午的11点 也就代表了就是从短线来看的明天 我建议追涨 从短线来看啊短线高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各个指数的日线的情况啊 你看上日数 上日指数呢 日线没有结构啊 也很难出结构 上日指数日线没有结构也很难出结构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有两个红角线 你记得仔细看啊 这个地方有两个红角线 所以呢就是说他出结构的这个代率是不大的 如果突破趋势的话呢就是 上周期也没造对吧 这个120分钟线的对应的所所运行的上周期也没造 所以从上的指数来看的是持股啊 然后深层指 深层指我昨天说啊 今天各个指数都在今天会再次形成日线动画 那有了啊 日线动画 但是深层指之前没有出现消失 就是他不是结构出现消失 然后再动画 他是结构消失和动画在同一时间 你不显示消失两次 其实他也出现结构消失 就是不显示出来 就直接动画了 有的呢他是先消失再动画 那么深层指呢他的动画的级别是比较大的 比如深层指 按级别来看呢大概率是会再次形成结构 就这个顶不顶不顶会再次形成 但创业板指数不一样啊 大家看这个创业板指数和中正500指数不一样 创业板指数呢 它是顿化先结构先消失然后再形成动画 就跟昨天我们说的是 差不多的 跟昨天我们说的是差不多 创业板指数如果注定 还有可能会出现单日大阴线 这两根阴线呢 其实 其实不算是单一单日大阴线 就这根就不太算是单日大阴线 能理解我的说的意思的单一 那两根他不是呢 就是说当时无法判断他后面会不会还有 还有的时候 也不是在最顶部是吧 在次顶部出现单日大阴线 单日大阴线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这个作空的能量就会集中的被释放 现在就相当于什么 作空的能量还没有被释放 还是被压抑着 这就是单阳侧顶和单阴侧底的 它的理论的基础 创业板指数啊 创业板指数呢 创业板指数呢 形成结构的概率跟上次差不多 深层指呢 概率比上次大 深层指的结构的级别 比上一次形成之前的动化的级别要大 中正500指数 大概率消失 并且大概率明天就消失 中正500指数 它对比不是这个峰值啊 不是这个峰值 6月10号 这些天 下面有一根红角线 6月10号 所以6月10号这根红角线 它的DF值并不高 所以呢 明天如果是走平的 基本上都有可能是消失了 我没有做模型K线啊 这个上指数做模型K线的就是 趋势差一个点啊 中正500指数 大概率消失 那么分钟线也是啊 182分钟90分钟 有的已经消失了 所以这个中正500指数是真强 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强 是因为贴水 也不像是因为贴水 因为如果是贴水的话 应该是期货更强 但是像现货它也强 那好奇怪 对吧 就是中正500指数呢 是不大不小的 大的呢是 互生300上的指数 小的那是创业板指数 深层值 它那是不大不小的 走的有点奇怪啊 所以呢这个中正500指数 大概率消失啊 大概率增加小时 这就是三个 指数之间不同的情况 但是 但是 就是说这个 各个指数之间 那么 你就包括这个 这个中正500 明天90分钟也有序列啊 序列 然后30分钟也有序列 上正指数的90分钟序列高期 就是明天如果 谈中的话呢 应该是有高点的 就是不适宜追涨 明天这个位置不适宜追涨 所以明天多看扫动 多看扫动为主啊 没什么好讲的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中正500要涨0.8才消失 好吧你做模型天线了是吧 区间震荡一年了咱也要开始涨突破区间 问题这个我认为大概率也是向上突破 向上突破的概率大 因为 这个 这个一年的横盘呢 去年7月份到现在的7月份的 一年的横盘了 它之前是上升的 所以呢横盘之后再次上升的概率更大 这个逻辑和原理的跟大家说过对吧 跟大家说过 我认为了也是大概率它是向上突破的 但是什么时候向上突破 目前是没有迹象 还不如去年了去年你就说这个11之后 然后向上突破 年底向上突破 它至少是突破平台对吧 当时也画了平台的突破平台 今年的就是这个 就不好说了 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率是方向是向上突破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突破 对吧 什么时候突破 话不能说太早 话说太早 学员又开始先入为主 抱有很大的幻想 期待期望 然后呢就各种不舒服 所以现在 我既然也判断不出来 我只能说是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我认为是概率不大的 因为它的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不好 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这个东西呢概率不大 可以有可能反正突破 你就像中等500指数是吧 这也看着要加速 讲讲未来的股灾吧 当然有些人要问啊 未来会不会有股灾 我说会 有股市就一定会有股灾 有股市就一定会有井喷 如果没有股灾 没有井喷的股市 那就不是股市了 这个就不需要辩论 不支持辩论 比如说我告诉你 未来一定会有股灾 并不支持反驳 不同意反驳 好吧 牛市还没来说什么股灾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一般股灾都是出现大涨之后 大涨之前很难有 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美国1929年的股灾 导致了 六七千万人的丧生 因为1929年的股灾 导致了失业率 失业率飙升 然后德国因为失业率飙升 导致政局动荡 导致一个人上台 一个人叫做希特勒 没有股灾他上不了台 所以历史上的进步 历史上的灾难 很有可能都是一个 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 看似不相关的事情 这样的历史才有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其实怎么说 2008年的下跌 其实要比股灾那一年 跌幅更大 你看从6000点 跌到1000点 1600点 跌幅可以算出来 股灾那是从5000点跌到2000点 跌幅也能算出来 但为什么2008年不称之为股灾 而2016 15年称之为股灾 你们想过没有 对 就是因为速度 就是因为千股跌停这件事 所有股票全部跌停 2018年跌的跌的堵 但时间长速度慢 慢到割肉 也不舒服 有些时候下跌周期 你就是忍着 就一直忍着 忍到你很痛苦 因为2018年 我们抄了好多次底 都没抄对 最后一次抄对了 这个过程中就会非常的痛苦 你们知道 比现在要痛苦多了 现在只是啥 这是墨迹对吧 但是你并不受折磨 受的资金亏损的很大的折磨 2018年 现在有好多人他实际上就是抄底之后 就不想卖了 然后再拿钱去抄 你们那也有说的意思吧 没抄对 他不是说把没抄对的资金给止损掉 然后他再去找钱 然后再去抄 再去找钱再去抄 抄了一路没抄到底 知道吗 咱们2008年那个时候 我在也见过 也国客里头也说过 我说抄不对出来 然后下次再抄不对再出来 我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傻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你只有重视每一次重要的低点 你才能抄到最后的低点 我再说一遍这个逻辑 你只有重视每一次重要的低点 你才能抄到最后的低点 如果每一次低点你都不抄 你很绝望 那最后的低点 大底跟你完全没关系 这是逻辑问题 这是最起码的逻辑问题 能理解的打一 能理解的打二 有人说慢到割肉 还不如快到割肉 你真割过自己的肉吗 你真割过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什么经历 切菜的时候把手给切到了对吧 菜刀一般都比较锋利 所以快刀割肉 慢刀割肉目前来讲我没有尝试过 但理论上应该比快刀割肉要疼 老师切过菜 当然切过菜呀 踩过钉子 小时候啥都干 你一脚踩到立起来的钉子上的感觉 你们知道吗 立起来的钉子 把脚都踩穿了 想想都疼 624没走的人很多 哪一波糕点我告诉你 没走的人都是大多数 每一波糕点都是 后来我曾经说过一个理论 我说这个 每一波牛市就是 什么是导致股民损失最大的原因 什么是导致股民 损失最大的原因 结论是两个字 牛市 讽刺不讽刺 你们想想这句话还很对 导致股民 损失最大的原因是 牛市 能理解吗 他还很对 关键是 为什么 没有牛市 不会有很多人去做交易的 6124之前 两年 两市的成交金额 一共加起来是60亿 一天成交60亿 现在都万亿以上对吧 那个时候一天只有60亿 两年之后 4000亿 两年的牛市导致了全民炒股 那是第一次全民炒股 我在有一次的 报告会里 在近几年 在有一次的报告会 我提到过这件事 第一次的全民炒股 第一次被干掉了这些人 他们的财富被洗劫了 然后第2次 09年那一波又开始活跃 然后又被干掉 股在那一波又活跃 又被干掉 股在股在那一波 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 现在的每周开户数 差不多25万左右 一个月就100万 那个时候开户数 一个月500万 多么疯狂的一件事 然后那500万人 被干掉了 他们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牛市 对不对 没有牛市他也不开户 有牛市他们在开的户 然后被干掉 所以就是说我上次说的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第一批受伤害的人 6124那一波受伤害的人 他们缓不过来 他们一手半会缓不过来 就是有些时候 你伤害了我 你还一笑而过 这会让人很屈辱 能理解吗 好多人就是说他即便缓过来了 他不想再进股市 他对股市很失望 觉得很屈辱 这也就是说 我说有一大部分人缓不过来 但是这个社会的时间的推动 很多的80后90后成为了社会的中间力量 我们70后都已经老了 对吧 水水的老去前两天我看报纸 70后的老人们 天呢 我就已经变成老年人那一代了 70后的老人们 走到哪了 就说 社会的中间力量 导致呢 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他们成长起来了 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 这个社会的 这个世界的主力中间力量 他们有钱了 所以呢 有一波行情把他们又带路 是吧 下一次全民炒股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离下一次股灾比较近的时候 越是疯狂越有股灾 没有疯狂就没有股灾 好吧 也符合平衡思想 也符合平衡思想 6124有经历利润回吐了一半出来 开始真心 不想出来 6124那一波啊 你看6124到1664 整数 就下跌了接近70% 各股跌百分之七八十都有着是 有色金属整个板块跌了百分之九十 100块钱上10块 就跟这一波那啥是的是吧 交易股是 我说美股的交易股呢 就是跌了百分之九十 关键是速度太快了 就几个月的时间干掉百分之九十 然后呢 就这个6124那个底啊 我当时就建议重点抄的这个有色金属 因为它跌的多嘛 就反弹的大嘛 有色金属那一波就是2009年那一波平均涨幅400 就前跌幅前10名的 平均涨幅400 大盘涨幅106 1664到3478点涨幅109 这个是跌出来的动能 就这样弹簧一下你压的特别深 将来弹的时候力量特别足 就这么一个逻辑和原理 咱们今天提到了 就是说期货的交易 期货的交易是带杠杆的 我其实我自认为在交易这个领域我是十分专业的 但是我仍然觉得光有专业性是不够的 它还不像我们做工作 做工作来讲你专业性足够就够了 你比方说你是做测量的 你是做财务的 你是做法务的 你特别专业就够了 但是做交易这件事呢 你光专业还不够 你明白吗 因为交易会涉及到很多人性的弱点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我找一找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看看能不能 原封不动的跟大家说一下 真正的风险能力 并不是出现风险 然后处理风险的能力 而是让自己永远不处于大的风险的 境地的能力 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 比方说我做股市投资 股市大的方向一定是上升的 因为经济在增长 社会在进步 大类资产配置当中 唯有股市能够跑赢 GDP 大家能理解吧 我曾经跟大家举过很多个例子 包括数字数学的数据 这个世界上只有股市能够 跑赢GDP 或者是通货膨胀率 它是最值得大类资产配置的资产 没有质疑 是最值得 当然房地产算 但是房地产它的流动性有问题 就是它不是那种自由交易的 从自由交易的大类资产配置当中 股市是最值得投资的 所以大的方向是上升的 也代表了 你只要的整体的逻辑 是没有太大的错误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所以我在这件事想明白了之后 我跟咱们学员说 我说你如果做股票的 我对你一点都不担心 无非就是你的春天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春天早晚会来 能理解的答应 但是 你如果做期货的交易 并且今天有学员还做空 我多次强调 不要做波动 他是他是做波动 看日线有顶部结构 然后做空就好了 看到日线有结构 然后去做波动 能理解吗 做波动做的都不对是吧 你如果按日线的顶部结构 做的空 你至少要按日线的顿化消失 才能平空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所以这又超过人性了 对他的折磨就不行了 然后就不按规则玩了 这又一次失败 然后接着另一次失败 但是我劝咱们的学员 就是不要做波动 你做贴水就做贴水 我做贴水 我的方法 傻到不能再傻 买完之后我连卖我都不卖 就等到到期 他市场把我卖了就完了 我也省心了 很傻的方法 但是最终就是说你经过深入思考得出来的结论 一定是简单的结论 而不是复杂的结论 你经过深入思考 然后你还得出个非常复杂的结论 对不起 但是你没想明白 所有深入思考最终的结果都是简单的结果 所有的 因为你要你深入思考要出结论的 不是你思考之后然后没有结论 还是乱七八糟的 不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看 我这么专业的人 我还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不会去做波动 我不会去做空 并且我 不会去参与不止期货的 所有期货的那种高杠杆的交易 就是因为我认为我仍然具备 具有人性的弱点 我无法排除我人性的弱点 所以杠杆加波动加人性的弱点就等于灾难 也就代表了 假如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保我 人性弱点的这个部分的风险性 我就会把自己的未来处于风险性 你们能理解吧 所以只要我有这种风险意识 我的未来就是稳定的 是踏实的 这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真正的风险能力 并不是出现风险 然后处理风险的能力 而是让自己永远不处于 大的风险的境地的能力 今天我上课的文字课的时候 随便说的这句话 很有道理 好吧 所以你想想我都这么专业了 我在做贴水这件事 我还要给自己写计划书 我都这么专业了 我都不敢去做期货的杠杆交易 你觉得你比我强吗 对吧 你觉得你比我强吗 老师还有一次开车的比喻 就是你不要出车货了 然后想到怎么才能够应急 必然让自己处于那种不出车祸的那种境地 这是我我当时说的第一层意思啊 我说的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说 你可能会因为一件小事 不甘心 或想收益更多 然后呢 这个透过杠杆来超出你的能力范围 但是呢 这个小的错误 会引发一系列的连续性错误和更大的错误 所以他他其实就是这个小错误也许并不大 但是他后面引发的会更大 可是这件事呢 当你知道了 就完了 我现在跟大家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肯定犯过类似的错误 并且深知这里边的问题 包括这里边的灾难性 所以 我一直说 就类似于 这样的错误呢 就是 我们尽量一次都不要犯 那么说回现在的指数 现在的指数呢 就是 没有统计学的概率优势 不像有些时候呢 你就从我的语气点当中你能够看出来 是吧 去年2月4号 3月19号那说的都肯定 干就完了 对不对 还告诉你什么时间 2月4号是9点30分开盘就来 3月19号是下午的13点22分 包括19年的1月3号 4月8号 等等等等 包括今年的春节 那都说的很肯定 但是现在来讲的没有 你没有你怎么让我肯定 我又不是一个乱说话的人 那么没有概率优势的情况下 并不代表我们不做交易 我们做不出错的交易即可 再说一遍啊 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去做交易了 而是我们去做不出错的交易 就是我们没有错误 坚持按照正确的做法去做就行了 就保证自己不出错就行了 行了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16点0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 明天再见